來歡迎我們的余天立法委員 以言余怨期病逝後一個多月 爸爸余天現身了 精神祝福的人 來 感謝你們 先向夥伴們深深的鞠躬道謝 民進黨立委余天 在寶貝二女兒病逝後 沉疾了一個多月 第一次參加政治活動 我們第二年 貴幸運 很多好朋友 感謝這個好朋友 因為腳踏下去 鼓勵 叫我一定要放下 大事的肚子 放下 當然 我一定要放下 因為現在你們還要開業 就一定有很多事情 我腳踏就沒有辦法放下 說自己還能用忙碌充斷悲傷 但太太的亞萍 可就沒那麼堅強了 他們家裡就沒有大事 沒有腳踏下去 腳踏得好有腳 真的 這塊的這筆書跟他 掛你的心頭肉趕快掛起來 所以 大家的名字 加油就好嗎 好 咬知識者也幫老婆打打氣 但心疼另一半之餘 不少人也擔心余天 自己的身體狀況 最近有余天 經常說我身體不好 經常在照顧 其實沒有啦 小狀況而已 彈炎身體的確是有一點毛病 但還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 只是從余天憔悴的臉龐 不能看出 強打精神的外表下 還在努力走出 痛失愛女的傷痛 TVB的新聞中佳能 添加性供其原 韋家協三區小組 台北西方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